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打坐 心就特别的乱拿 同时呢 突然以前以前求法欺欺嘛 特别为了求法这样 然后现在一下子这种状态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好像有点 有的时候想出去做个事啊 什么都不想去 累了呗 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突然处在很多 一些角度的时候 一方面是有时候有些报仇了 就是累积累积累积到 你今天的状态也是很多不断的累积累积到 突然到达一个程度点了 突然到在一个很无聊和颓废 就是啥也不想干的状态 其实这个自主其实是在精力啊 消耗是精力心力的消耗上 已经累积累积累积到这个点 不是一下子到达的 一个是这也算是爆吧 还有一种就是宇宙场的影响 你不要以为说人家别人不影响 正好你到达一个升级低迷的时候 宇宙场就好在变化什么 就这些是我们不知道的 星球的变化太阳系的变化 那不管怎么说我们休息这一辈子啊 休息不休息都要不断的折腾了 反正要活着活着就要活着好一点是吧 就算休息是当然是解脱轮回成道了 那也是一个美好的好的方向 那就算是不休息也要活得精彩一点是吧 既然活着了是吧 虽然这个世界你觉得人生没意义 但是既然没意义它就是找白子 那你去上面画你自己赋予它精彩啊 颓飞也是一个状况 无聊也是个状态 但是显然我们不喜欢嘛 但是也不要代表这个不是给生命留一段留白也是挺好的 就像画国画一样的里面有一颗空白是吧 那一段时间我啥也没干我就是留白了 但是我的生命活了八十岁我有几十年 我就是没干活没关系 到自己的生命空白但是去思考 但知道自己的状态这也挺好的 但是但是如果你极端的不想要这个状态呢 我建议你一个是当然你继续要休息 就算在最倒霉就算就算我们人生最倒霉的时候 或者最颓废最无聊的时候 最起码要坚持修行里边最起码坚持念念咒语啊 把它坚持下来或者打打坐啊 就是说颓废的无聊的打坐 或者倒霉的觉得很烦的很痛苦的坐在坐垫上也可以 因为一下子解脱不了 继续坚持就是在最痛苦的时候坚持往下 除非你的身体已经坐不了了 或者是身体出问题了坐都坐不坐了 坚持打坐或者是坚持持一坐 就是坚持一个东西 就是最难受的也坚持一直就坚持下来 虽然没太多收获觉得 但是你坚持下公道自然成 就像你的烦恼也是理直到那个点崩溃 它功夫也是坚持坚持 坚持到那个点自然就出来了 那个功夫就出来了 第一是坚持第二换地方 不要老在你熟悉的环境里折腾 有时候熟悉的环境折腾不出来的 换得 因为你知道我们很简单的人类 它就是个椰耳鼻舌声音 处源各种抱就熟了后边 处源 但是每一个你的起心都连 你刹那刹那起心都连都来自于戒稳觉知的东西 比如你看见我了你想的东西不一样 看见它又想的不一样 你的念头刹那刹那在变 不外乎来自于你看见啥来听见啥来体验到啥来 为什么不去感受去一个看见不同的东西的地方折腾 为什么一定要你要有时候说好长时间在这个地方折腾不出来 那就换个地方折腾 反正就是折腾 换地方折腾没准就折腾出来了 看见白的折腾不出来再看个黑的是吧 眼睛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想的不一样 虽然有时候趁哪都折腾不出来 因为那个心固定住了死死的就想很苦 但是有的是很苦有的是很忧郁啊看哪都一样 但是只要你有信心坚持一下休息这件事 比如不断的闻听不断的打坐不断的持咒或者大礼拜或者健身等等 他总有一天会解脱出来 就是时间只是三个月还是四个月还是六个月还是三天 你要功夫到了两三天 越来越有功夫的人能捞出情绪里把自己捞出来的速度越快 就不会这样子说 哎呀有好长时间我颓废啊我解脱不出来 刹那之间觉着到颓废已经出来了 人家觉得自己我不想这样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快 觉着到那个境界已经离去了 是我们没功夫啊 功夫是慢慢练出来的 不是坐着说两句就能得的 需要坚持坚持坚持也没那么难就坚持就行了 换个环境做点扇形 诱发自己的散报成数 点点扇形 做有可以做没关系你可以做点扇形事实 比如说扇形有的是说我没有扇形我杀也没有我修布施也没有 我修对别人好我也无缘无故对人家好吧 比如说以前你特讨厌哪个人或者什么 你主动的去跟他说句话这也算扇形了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跟着自己以前以前自己是说我喜欢白的我不喜欢黑的现在我翻过来我去接纳黑的就是 让自己变得不一样反到另一面来 那就是爱那就是好那就是散了那就是长时间的承积着遗嘱认知角度的时候外界又不变的时候你就会疲累 疲惫了遮抖也遮抖不出来因为你的认知角度不动就像那水不流了 需要有人逼迫你动或者是时空槽换一个时空槽来触动 但很难的假如你在家里看见这就是漂亮那就是丑这个就是美那个就那个就是散那个就是那你那你进入另一个地方你仍然那个角度还是这样 如果你角度不变你你的你的你的那个幻境不变幻境不变 对啊外界是你的幻境啊嗯坚持修嗯改变建文觉出源的东西嗯但要有些主要是有信心 我今天就来帮你出去的写场 但是没有靠我们就看到沙丝了 你给大家看钱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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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